《太监》本身他们也是意识到 他们一方面掌握了权力 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危险 没有基础 知道天下人怎么看他 所以他们也在想办法自保 也并不是一上来 就是要采用残暴的手段 只不过是后来这个斗争没有办法 所以这正是说我们所说的最终的结果 那么宦官的这些努力 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不可能得到谅解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霍布斯 在他利微谈里面讲的这样的话 人民出于对受压迫的恐惧 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 节群以众和先发制人 用武力和激诈来控制 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 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 足以危害为止 霍布斯在讨论权力的时候 这句话我觉得用在太监身上 用在政治斗争里面 分析政治斗争冲突还是有很多作用的 没有权力没有安全感的情况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发制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结党 所以用我们政治合法性前面的讨论的观点来看 一种权力如果缺乏合法性或者合法性不足 为了自保为了获得安全感 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追加暴力 先发制人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 宦官干政才会必然伴随着 或者往往伴随着 政治上的残酷的斗争 打击排斥一击 那么结党迎私 从而导致政治的昏暗 才会出现这些后果 所以也并不是说他一上来 一进入政治就想干坏事 这种人天生就坏 也不完全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宦官的这种畸形的社会化过程 也是我们说从前面我们说是文化在建构的宦官 我们上面那条理由可以说是一种互动的观点里面 文化在建构 是文化在建构的宦官 使他必须采用这种手段 这里我们说皇帝他本身这种宫廷的文化 也在反过来影响着宦官的社会化过程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他对世界的认识 宦官生活的天地非常的狭窄 我们搞政治的人经常有一句话叫灯下黑 在权力的核心离得太近了 看得太清楚了 你往往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政治 正如我上一次多次所讲的 政治是靠相当系统来维持的 它的很多核心部分 一般人既不用看到 不必看到 也看不到 因为在它的核心 它在真实部分里面 那个处于最高地位的人 他毕竟还是人 他不是神 他表现得很神圣 很庄严 那只是通过象征系统给人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处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人 去观察它 和处在那个内部 观察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著名的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 这种马克思所提到的 拿破仑身边的这种奴仆式的心理 一方面 奴仆式的心理是因为 距离太近了 我们欣赏不到拿破仑的英雄 在拿破仑的仆人眼里面 拿破仑就是一个人 他一天到晚吃喝拉桑 他展示给他的是暴露无鱼 这是奴仆的心理 他看不到这个人来得太紧了 使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身上独特的东西 看到他身上神圣的东西 高尚的东西 那么宦官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宦官生活的狭窄的天地里面 他每天所接触的 一个是残酷的宫廷斗争 接触的是政治里面最丑恶的东西 最残酷的东西 另一方面当然还有 皇帝和后妃之间 没有任何掩饰的这种 私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宫廷的介绍都知道 尤其到婉庆都知道 那么甚至皇帝的最隐秘的生活 他的性的生活 都是在宦官的监控下 伺乎下发生的 所以皇帝的神圣性 以及皇帝所代表的这个文化的神圣性 这个文化的所谓的高尚的东西 这个文化的价值的东西 对于宦官来说 可以说是那么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因为他看到的是政治里面丑陋的 最本质的 肮脏的 残酷的东西 这个呢 所以使得他们呢 没有办法 这个有 一些超级的东西 对于人类 我们人类生命的尊严的东西 政治中间的理想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体会到 不要说是太监了 我们一般人也是这样的 你看看 所以说政治里面的很有趣的一现象 一般人批判的 我们说站在体制之外 或者在一个 在某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 没有得到好处的人 容易批判 但是得到好处的人 或者纳劳体制之内的人 就非常容易理解 你在一个权力结构里面 你当个小官 在里面混混混 你会觉得一切很自然 习以为常 你慢慢地会对政治 对人生的很多美好的东西 慢慢地丧失了感觉 你慢慢地会对超级的东西 你觉得一切都这么自然 就应该这样 你原来的批判的东西没有了 原来超级的东西没有了 所以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 人类的这种批判的精神 反思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 因为我们人太容易同流合污了 我们人太容易随波主流 太容易我们的身体 太容易被体制化 被那种网络组织格式化了 对不对 我们太容易把那个当自然了 我们参加 参与微观层面的政治 小政治都是这样 大政治更是如此了 每天在宫廷里面 毫无掩饰地在他面前进行 你说让人家保持高尚的人格 他又没有宗教信仰 这就像我讲医生似的 我们现在中国的医患关系这么紧张 我们的医学这么无问题 也包括大学也是这样的 没有宗教 我们知道 我还是这样讲 这个西方的 这个现在的大学和医院 它都是来自于很大程度 受宗教的精神的影响 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这个生命背后的神圣感 庄严感 这是宗教来的 如果用一个现实理性的人 完全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病人 一个人老生活在病人的中间 怎么可能有昂扬的光明的东西 怎么可能有美好的东西 一个牙科医生 每天张开嘴就看见又臭又张的牙齿 怎么可能保持高尚的东西 一个做外科医生的人 整天面对的是残肢断腿 血乎乎的肉体 对他看来 天天看这个生命有什么美感的地方 是不是 没有宗教的情怀 没有背后的高级之声 我们能够走多远 反正我自己我不敢保证 所以这个非常的麻烦 我们现代过程里面 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 没有真正的精神生命的 这样的国家是个问题 所以情况我们花了很大力量 搞宗教价值观 树立核心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是从学术的层面 我们说大学也是这样的 大学里面 我们能够坚持多久 像我这样还有点慷慨 偶尔 但是我一下子就完了 就乱做一团了 一样的 有多少老师还在能够脱离功力 把以追求知识为乐趣 为愉悦 有多少人能够欣赏到知识的美感 他的庄严 展示的生命的光辉 有多少人 我们都在填表 争拳 用表格来换钱 用钱来换权 用权来换知识 知识来回来回倒 倒来倒去 这是股票资本运营了 这就是 所以中国要想赵一流的大学 这也是愚人节的故事 这就是政治 所以没有另外的力量 我过去不能理解社会的各种理想主义批判精神 在我们这个时代太稀缺了 我们一切都很自然 人就应该这样过 你搞得怎么这么累 人家就这么过 这个时代里面没有障碍 没有任何障碍的人将会活得非常好 这就是一种江湖逻辑 没有障碍 他也不会得罪人 大家都好 就这么分 你分不到是因为你工作没做好 你的工夫没下到 就可以了 所以也没有这么多的麻烦焦虑的东西 所以你看都活得油光水滑的 对不对 所以发点小的议论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 他是说 所以宦官他看待世界 让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生活场景熏陶下的人 他的阴暗 他的残酷 他的这种功力是必然的 是吧 对他来说 皇帝这么神 你想想皇帝出来这么神 就是玩弄于他鼓掌之下 是他抱大的 他养大的 皇帝的一举一动 皇帝是 是吧 可以说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他都清楚的 你说他能够有什么神秘感 他对这个文化 皇帝所代表的文化 所宣传的什么 我们的人文的精神 所代表的这种东西 他有什么 他会庄重起来吗 他会认真对待吗 所以不会的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觉得在宦官的之祸里面 我们必须还要看到 在那种传统文化下面 那么那些以清流自居的官僚社代部 他们实际上本身也不要逃脱这场责任 他们也是宦官之祸 乃至于专制政治之祸的共谋者 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又一场的悲剧 他们是共同的参与者 不要以为他们是批判 不要以为他们甚至很多人终身以铲除 剪灭燕关的势力为置业 恰恰是因为他们这样一种终身以铲除燕关为事业 为使命的这样的行为 才造成了真正的宦官之祸 才完成了宦官之祸 你想想看我们前面举的张亮的例子就会知道 是吧 是吧 你没想到什么 不是张亮老师啊 是吧 对不对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把宦官实际上逼到了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文化把宦官逼到了一种 以这个正常人 以主流社会为敌的这个地方 是吧 在那种深厚的这种文化的歧视下面 这种整个的主流社会官场的文化 对宦官的这种歧视 这种这个谴责 甚至一旦有机会就要把他们什么 赶尽杀绝 我刚才至少讲了两次 你看董卓 董卓这样的也知道替天行道 黄巢这样的人 他们把宦官 最后是宦官只要见了没胡子的 格杀无论 是吧 他们这样来做 你想想 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在一种极度恐惧 极度不安全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面存在 他们为了自保 唯的 可能就是用加倍的暴力 或者说我们说一个当一个人对于来世对于未来对他的生命深厚没有意义感的时候 他会极度的重视此时此刻的在权力的疯狂的这种玩弄疯狂的这种战友 所以饥渴 那么宦官他当然要弄权 他要玩弄权力 他没有别的追求 也不考虑到来后世 也不考虑到别的 那么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恶补了 一种非常恶补式的来耗尽自己的一生亡了 所以我看原来江文演的太监演得真好 演得很好 就是这样的 所以所谓的官僚世代所代表的正常的世界 他要去反抗他 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我们没办法 历史以往也 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些官员去反省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反省的是什么 一种文化 那么如果说对另外一批人的过度的压抑 那么这个杖积累的仇恨和怨恨 它是要爆发的 它总会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平衡 今天的车臣刚刚又发生了大的地铁爆炸案 你们可以看看 和头几年的这种绑架人质的爆炸案 这些从历史上看 都是其来有志 都不是偶然的 在斯大林的时候 长期的把车臣大国沙文主义 把车臣这样的民族 一个民族一个整体流放 后来再加上后来引起的反叛 反叛以后 又要在普京的时候 又要对他们剿灭 这样这就是循环互动 社会的身份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政治中间的身份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价值观主体都是在斗争中间互相强化和建构 这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透过宦官 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后非问题 这个后非我们知道 在这个专制政治下面 那么像东方国家所代表的这种政治体制下面 家天下 那么这个后非制度的产生 是必然的 因为从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上 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 后非代表的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男性为中心的文化 一夫多妻制 恩格斯 那么多次有这样的讨论 一夫多妻制 那么人类文明 一夫多妻制的一种反应 那么在政治关系上 那么会表现为这样的后非制度 当然我们说在中国文化 在东方文化 在奥斯曼 在土耳其 在东亚社会里面 这方面都比较突出 因为唯一的文化的例外是基督教文化 是西方文化下面 那么正式的一夫多妻制 当然我们说鲍尔乃偷情 马克思 恩格斯所讽刺的资本主义 下面的偷情 这个不能算正式的多妻制了 在东方文化里面 这种正式的多妻制 是比较普遍的 而在西方文化 在基督教文化下面 由于基督教 我们从理性来解释 基督教最初发源于下层 下层人民一般来说 没办法一夫 一个老婆都养不起 那么没办法一夫多妻制 所以基督教整个的文化里面 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那么谴责 多妻制在基督教文化里 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拿破仑再怎么厉害 他可以有情妇 但是他不能有正式的夫人 只能有一个 如果他想 那么移情别恋 他就要和他的夫人 约瑟芬要离婚 他不能够公开的 一夫多妻制 所以在东方文化下面 这个可能恰恰人类学 认为这是普遍的 因为一个男权文化时代 满足男性对异性的广泛的占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 又随着文明的发展 这是一种男权为中心的政治关系 在两性关系上的一种反应 男性要掌握权力控制世界 那么他就要去控制女性 控制女性 所以他是一种 另外也有继承古代的古老的奴隶士 占有了对方 把对方的民族灭掉 把他男性可能杀掉或者攻击 把女性据为己有 所以我们可以总的来说 他的演变和实质 总的来说是一种男权文化 以至于或者说 这种两性关系 在政治生活里面的反应 是男性权力或政治权力的一种反应 阿们